兩隻齁 美酒齁 我豆花的人說得到做得到齁 我說開就是開齁 不要懷疑你們叫豆花會記得 有些人說我叫檳榔王 人說我怕人都無所謂 喜歡你們講又怎麼講 人 人還是要 有認識過 去了解他 再去批評一個人 這才是我們作為一個人 該有的做人的態度 酒沒有對與錯 我開就是開 因為很多人在說這兩隻 其實酒真的沒有對與錯 喜歡就喝他兩口 不喜歡就丟掉 老闆叫酒場老闆說 老闆叫你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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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算剛好而已 對不對 老闆叫酒場 酒場才有動力 再去追求更好的品質 來回饋給我們 我們只是一個販售者 因為我們喝到他覺得不錯 真心的去推廣給我們自己的群友 我們的好朋友 那我不曉得這次為什麼造成反應那麼大 在這邊跟我們安心班所有的朋友說真不好意思 沒有喝到沒有關係 我開兩隻 歡迎你們來我店 來喝 通通算豆花喝的 我的人就是會抽煙吃檳榔 不要懷疑 我叫豆花 歡迎你們 絕對沒事來喝都算我的 喜歡就喜歡 咕咕咕掌 不喜歡就說 咕咧啊 那你這什麼事 你餓了 咕咧咧咧咧 酒就是這麼單純 我也是這樣 不行我就丟掉他了 喜歡喝的 我覺得剛好他的價位也可以 符合這支酒的價位 我就會在我的群裡面去推薦 我的群友來試試看這個 因為 我們有聞了那麼多 雖然酒量不好 好歹我們有喝了那麼多 也知道這支酒 他的價位 跟他的品質 差異性是蠻平衡的 其實基本上就是這樣 兩支 說到做到 歡迎各位來雲盤 拜拜